我想做立東哥的朋友 我在他的右邊 我就是他的Mr.Right 可是你旁邊是日常喔 你不要知道嗎 我... 現在才戀愛 現在是不是要使勁上 你不要失了耶 老情罵笑 我特別喜歡買這種比較性感的衣服 然後就很多... 好習慣... 準備注意你的表情 剛剛拍到你 我怎麼... 你剛剛... 我沒有比你這個嫌棄的 我沒... 對啊 剛剛我沒有... 我怎麼... 如果我現在是很流行的職業 對 很康 號稱夢幻職業 對 像很多小學生啊 你問他你將來想幹嘛 他們都想做YouTuber 對 現在都對 然後也同時威脅到演藝圈的一些藝人們 在心中... 在民眾心中的地位 真的 真的 今天是要測驗的就是 我們在電視圈 是不是已經... 尾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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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次 那今天我們要實施 百人大調查 唉唷 喔 好不好 不是那種百人展那種 你不要問我 不好意思... 米飛的訂閱的時候不得了啦 各位 57.7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飛 不是 你這個57.7萬的內容是什麼 跳舞啊 然後一些生活類的東西 請問妳的三位是 我...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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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題字啊 對啊 OK 明明就是32C 你都知道嘛 23 哇 你231 帥喔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請... 我們用看就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一個點 一個作品 開始被大家 開始知道 熟悉 請問 你 是什麼樣的時候 喔 我是那個 也是模仿比賽出道的 當然 運氣還不錯 模仿比賽出道完的 第一個節目就是 在康哥旁邊 你在模仿的時候就很紅了 是喔 因為方順齊嘛 社會是溜溜球球 方順齊啊 因為他來的時候 對啊 那時候康哥是評審 我第一個說 有沒有人說 你長得像方順齊 欸 他就去模仿嗎 我下一集就像方順齊 然後方順齊就突然又回來了 因為很久沒有人看到他 然後今年還入圍了 男歌手 不是 康哥這個意思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樣是你發覺的 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都滿優秀的 那現在不對了 現在是 現在貴節目 國光幫幫忙給我一個外號 叫全民輕鬆 不只一個啦 感情的輕 野獸的鬆 還有 亞洲舞王 因為本身有亞洲病 是是 所以亞洲舞王 然後去年前買個房子嘛 所以我是那個 房貸少年團長 房貸少年團 然後我是房貸少年團長 你很多稱號 很多稱 AKA亞洲撩命王 很多梗 他有一次模仿鄭靜一 我要 他唱加厚 對 加厚是什麼 不是 他是說 那個輪胎要加厚 然後什麼車子才不會 叫防火 他要加厚 生疏啦 真的啦 生疏啦 天啊 表演完他在打阿劍 不是 不是太好笑 好笑 好笑 咪飛 咪飛 因為一開始是 Cosplay 然後就會自己做衣服啊 化妝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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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Cosplay Cosplay 對 沒錯 他講到要不然就Cosplay Cosplay 然後他的粉要也酸你 那我是Cosplay 他是Cosplay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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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起來喔 你要不要做做看 我說好 然後那時候因為 通常Cosplay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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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容易會自己化妝 對 然後去扮演一個角色 扮演很像 你們在扮演的時候那個 就是動畫的服裝 也已經夠厲害了好不好 對 然後加上我自己就很喜歡 買東買西啊 然後特別喜歡買這種比較性感的衣服 好習慣 好習慣 本本 繼續保持 本本 本本出於你的表情 剛剛拍到你 本本 你剛剛 你真的嫌棄的 我沒 對啊 剛剛我沒有 我想說 該輪到我了嗎 我六十幾萬 他剛剛那邊往下看 你就是看這一塊 對啊 他那個臉是這樣一這樣 有 我沒有這樣子 好 今天呢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 在百人調查 對 我們有這個每一個的排行榜 是 我們來先讓他們自己認為 我們有1 2 3 4 5 6 7 8 嗯 第八名是 夢夢無人 夢夢無名 夢夢無人 夢無名 第一名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唉唷 好不好 麗芬妳覺得 我應該不是用排名來做的 妳是用什麼 我想做三號位 唉唷 可以可以 太好了 難道是 我想做立東哥的旁邊 唉唷 我在她的右邊 我就是她的Mr.Right 可是妳旁邊是藝翔喔 送囉 妳應該也知道豐田吧 我知道 唉唷 唉唷 現在 現在是 沒有 沒有 請罵笑 來 沒有啦 我想做藝翔旁邊 來 這算藝翔 這算藝翔 這藝翔 好 我等到便宜賣乖 我們從最安全 四五名開始看 好 中間 第四名是 第四名是 第四名是算前段班喔 唉唷 咪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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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這很厲害 那我是給她預測是第二嘛 到底多少人投她 一百人中的 三十五票 知道她 好 高耶 謝謝 來 我們看一下接手 知名度最高 應該是咪妃吧 對啊 很多男生應該都喜歡她 我覺得她還不錯 咪妃比較紅吧 跟朋友之間就是會 多少會提到啦 因為畢竟男性朋友 比較多一點 女生 對 咪妃的話就是 看跟 酒妹的影片這樣子 有看過她的新聞 之前會知道她 看她的影片是因為 酒妹 開箱衣服吧 拍泳裝系列 看她身材 很好 呆很大這樣子 就 認識她就只有奶很大 她的YouTuber頻道身邊 就可能有PO一些 跳舞影片我有看 就 跳舞蠻厲害的 嗯 就其他就 女生 再加強吧 你們的知名度 我不要 沒有 沒有 我傳你們的 每天我都會好看 真的 你們跳我 是這麼不敵 搞不好她們三個就 前三名啊 對 妳不用謙虛 搞不好 妳應該有感覺 現在都不知道 妳這個時候 要 要趕快安慰這些線上的藝人 我覺得妳們真的都是 我們快下線了 你媽的 沒有啦 防彈少年團 我都敢得罪 我 李棟 李棟啊 對 剛剛也有成 來來來 來看看大家怎麼樣 醜不要緊 紅就好 現在風聲最高 應該會是李棟吧 人氣最高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張李棟 李棟是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因為他比較 我個人覺得比較幽默 國公幫幫忙 跟娛樂館不買到我看 魔王大道 就是學那個阿知識 李棟是在尬桃裡面看過的 寫心裡面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他很幽默 他常常講那些撩妹跟 我自己也會學 他就是做節目的時候 就可以帶動氣氛 非常的搞笑 滿好笑的 諧音梗啦 我比較吃諧音梗 對啊 張李棟是最好笑的 我覺得李棟他長相很猥瘦 然後牙齒很黃 然後我看 我是觀眾 的話我應該會 你怎麼會幹嘛 特寫幹嘛 我上第一名後就有待遇嗎 你第一名看 特寫得多好 對啊 你第一名 都不好 幾乎都是好聽的 謝謝